接下来我们讲到疫情好不好 在许多新闻陆续的涌出来之下 疫情的问题开始让大家有一点麻木了 你知道吗?开始麻木了 甚至觉得这疫情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不管我们的事了 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子 现在全世界老师统计过 全世界有通报的 有新冠疫情确诊的病例数 从爆发到现在总共有多少人 总共有1亿1300万例 总病亡的人数有通报的 当然很多地方是没有通报的 像巴西、印尼或很多地方没有通报的 就达到了250万人 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这个数字 已经有多少人了 全世界已经有2亿4千万人 至少这个数字 至少这个数字已经接种至少第一剂疫苗的 而两剂都打完的 至少防护率有50%的 大概有多少人 至少都有5200万人 这些数字都已经是大到令人不知道该怎么去体会 这些数字其实是人类的数字 你知道吗 就是听的数字就有点麻木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每一周必须要讲的疫情金榜排行榜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原来是神的国度 美利坚共和国 单日新增确诊数字保持在7万8千人 这个明天就是3月了 美国这个数字算是给老师面子吗 老师之前预测过 3月在3月的时候 美国会降到8万以下的确诊数字 已经被啪啪打脸了 因为他们在2月中就已经达到了 那就请继续往下降 这个相较是令人开心的事情 好吗 第二名是巴西 巴西这个热情的足球王国 实力真的是超音感美 这个话就不过分了 从单日5万多的新增病例 到现在直奔了多少 6万1千多人 全世界大部分都在讲 就他一个拼命往上窜 对不对 还像这种变成怎么新困嘉年华一样 这实在是很不理想 为什么 还是老话一句 不戴口罩 对不对 不戴口罩不管是社交距离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总统 都是民选的 对不对 人民选举出来的 对不对 欢喜做甘愿受 对不对 这些讲多的都是累 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意大利 单日新增病例增加到1万8千多例 现在老师讲的病例数是WTO 他有收到每日回报的 但是有几个国家是没有回报的 老师等一下会提到 这也是增加的趋势 意大利的朋友 你要多多保重 要谨慎的防疫 这是很重要的 第四名是印度 也是稍稍增加了 单日新增病例成长到1万6千例 这个有点印证老师之前的猜测 当印度病例都像复制贴上 是横向发展的时候 他要往下降的几率都是比较低的 反而是往上的几率都会比较高的 现在看起来的确也是如此 希望他下个下礼拜可以往下降 第五名是捷克 珍妮佛跟捷克 台湾朋友知道会讲什么笑话 单日新增病例为1万4千8百人 那也是增加了趋势 第六名是波兰 也是大幅增加到1万2千人 之前他降到1万以下 现在增加了不少 最少30%的增加幅度了 可以说他又再恶化下去了 第七名是俄罗斯战斗民族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是为1万1千多人 但是虽然这个数字还是破万 但是可以从他取线里面可以看到 他是进入了下降的通道 加上他们自己有疫苗 也会开始努力的去施打 所以基本上俄罗斯控制住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第八名是土耳其 老师想到 在我们新北淡水那边 那个卖土耳其冰淇淋的家伙 这想揍他一拳 对不对 每次拿冰淇淋给我转掉 想揍他 单日新增病例为9100多人 有微服往上的疑虑 第九名是乌克兰 乌克兰出美女 单日新增病例为8200多人 也是属于微服增加的地区 至于乌克兰是不是出美女 其实听别人讲 老师还没有去过乌克兰 哪一天去看看 但是很多人劝老师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边似乎不大太平 第四名是伊朗 7900多人 有点进入上升通道的味道 但是整体来看 下周伊朗应该是会好转 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 这以上是疫情金榜的世界前十强 有很多国家 我们已经没有看到 他在前十强的榜单上面了 有些觉得很奇怪 怎么那个国家没有 跟这个国家没有 包括德国 他已经不是前十强了 他已经跌到第11名 单日新增病例已经降到了7600人 英国调到了第13名 单日新增仅有7400人 这已经是很大的改善幅度了 我们要知道 这个英国变种病毒 看起来似乎是比南非变种病毒 还要强得多 印尼为6200人 看起来果然离下降 印尼还有一点距离 而菲律宾 菲律宾我们很久没谈到了 菲律宾每月还有近3000例的病例的回报 加拿大有2700例 马来西亚还有2300例 但是马来西亚这个数字不大理想 有点破坏掉 他原本应该预期要下降的通道 所以说这两周 马来西亚有可能还会再提升一点 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好吗 而产生南非变种病毒的南非 单日新增病例 从过去的3万人到现在仅有1700人 都是每一天 都是每一天 日本紧跟在后 每一天的新增病例数为1200多例 看来日本他为了拼奥运 这个首相菅义伟真的是豁出去了 这个首相真的是不容小觑 真的是有点风尘秀吉的味道 而南韩每日还有350例上下的新增病例 这个数字很不理想 香港人每天还是有新增病例 大概33个 缅甸15例 澳洲7例 越南6例 纽西兰4例 台湾3例 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有争议的就是 欧洲的一个国家叫什么 法国跟西班牙 他们近来没有按时的回报给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是说这个前十强的时候没有排进他们 但是他们不是第三就是第四了 为什么 因为邱老师这边所得到了一些侧面的可靠消息 法国他还在每日17000多例 到近2万例的新增病例数 这个数字是很令人担忧的 而西班牙还有每一天近万例的新增病例 所以说这两个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回报速度比较慢一点 但是当地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法国跟西班牙的朋友真的是要好好保护自己 好吗 从这些数字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疫情对于北半球 尤其是白人国家 除了巴西 巴西不是白人国家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白人国家 似乎都还在比较严重的范围之内 但是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凡是个人主义越重的 例如法国西班牙 他的数字也会相对保持在相对严重的地方 政府领导力强的 例如什么 美国澳洲控制起疫情 那就是比较的妥当一点 美国所有口罩令就是下口罩令 说要给你打疫苗 就是要尽力给打疫苗 完完全全的就是雷厉风行 所以说美国做事起来 现在我们还是值得去佩服他的 那没有谈到哪个国家 万恶的独裁的真的是暴政的 还有什么没提到的 大概是这些 中国共产党 目前在中国的内陆地区 还没有什么明显的病例所传出来 那么中国每日有没有施打疫苗 中国疫苗已经多到可以外销了 对不对 中国每日施打疫苗 根据最近的报告 最近的你现在已经还有一段时间了 最高的是一天打了900万剂 说美国打200万 中国打900万 你看中国打起来真的是 真的是场无人道 没有人权 你竟然把900万个人打你的恐怖疫苗 对不对 没有经过欧美的认可 是不是 但是你竟然把自己国面去打 你一定是打白开水 对不对 打了900万里 最低的状况之下 都还有500万剂 一天 一天 这个数据在什么时候 这个数据老师可以取得的 其实是在2月9号的时候 今天都2月28了 你说是不是 离现在已经很久的时间了 所以整体的施打进度 中国现在应该有施打进2亿的 新冠疫苗的数字 然后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 就算我们打个折 你知道各位要知道 中国的从来不讲实话 万恶的共产党一定都是灌水的 所以至少应该都还有1亿5000万人 施打了新冠疫苗 在这种情形之下 应该可以在半年之内 达到了群体免疫的状况 这个几率应该是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 还要来的高的 毕竟他们自己有生产疫苗 而且灭活疫苗到目前为止 他的效果受到变种病毒的影响 的确是比较小的 现在施打状况其实还蛮顺利的 不晓得以后他会不会开放 你施打疫苗就可以不用隔离14天了 如果当他不用隔离14天的时候 各位老师就会去中国了 但是老师在年中的时候 可能就往我们先从美国、英国、澳洲 那个地方、欧洲的地方去绕一圈 不知道会不会去中国 但是应该会宣传美国去打州 到时候有机会的我们再见面 好吗 而我们一直谈到疫情 所以说我们后面可以预解的是什么 就是世界经济的复苏 首先就比较会在亚洲的 因为亚洲的疫情一直都是比较控制住的 相对于在欧洲 欧美洲这些地方的确是控制住的 而且人口也是比较稠密 生产力也是比较高的地方 那就是亚洲 澳洲我们不能说他不好 而就是说他人口太少了 这么大一个澳洲的人口数跟台湾 其实没有差太多 这个状况之下 他的主要生产还是在一些特殊的农产品上面 所以是说基本上 亚洲的发展潜力是比较高 那么这个状况之下 肯定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因为亚洲好 美国就要打亚洲 像过去我们看到的一些 好几次的金融风暴 都是不断的去拘据亚洲 对不对 这个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状况 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 现在卡到美国的疫情 他已经趋缓了 美国政府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他发不发钱 似乎美国人都还活得下去 你知道吗 他也是不断拖案子不要过关 可是美国的好像都还活下去了 似乎好像没有这么急的要这个钱 只要我们再省百姓就可以等 对不对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到会有什么事情 这笔钱最终还是会发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外的 但是发的模式可能就是变成什么 分段发 逐步发 慢慢发 等等之类的状况之下 而不是像神之子的川普一样 大刀一笔 手一挥 一张特朗普签名的支票 就到你家里去了 这个就比较难 那么这种情况 美国必须抑制他国的发展 才能维系他自己的优势 为什么 美元必须是霸权 他如果不是你叫他怎么还债 以后印钞票谁给你买单 对不对 说美国是必须要维持他世界第一的霸权 他不可以让一让他就完蛋 就像什么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所以说美国是一定要维持的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美国会在今年应该是年中 或是在中秋前 美国应该 这老师的猜测 老师的一个小预测 美国应该会收缩一点货币宽松政策 就是说放松起来 我可能要怎么样 调高一点利率 解除一点零利率的限制 让美国怎么样 他的资金开始抽离到各国的股市 不断的涌回到美国里面 这就是货币的驱赶 这一开始他们就打听这个主意了 全世界的央行都知道 你货币宽松 你不可能无限制宽松 到最后你所放出来的钱 一定是慢慢的从世界各地 慢慢的把他赶回去 甚至从股市慢慢的抽离 把钱集中回到 回到了美国政府上面 为什么 因为必须要抑制他这个通膨存在 所以刚才有朋友提到通膨该怎么办 谈到通膨 美国不是傻子 对不对 他的精英 这是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地方 所以是说 他一定会把这个钱慢慢的抽离回来 把美元驱赶回美国 抑制他的通货膨胀 也有让各国的股市 有可能会有泡沫化的机会 甚至华尔街他自己都有可能泡沫化 过去老师一直跟朋友提到是说 这个美国的股市 他一定会上冲下息 让你抓不到他的方向 然后忽涨忽跌 把你的钱全部洗回去 让你手上没有钱 大部分的人跟老讲不会 他一定一直往上涨 顶多跌一两次他都继续往上涨 说到我老师也不是什么投资专业 所以老师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这一周我们可以看到 涨跌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波动 对不对 盘中给你跌到底 收盘给你涨回来 好像没有事情一样 最后他是为的是什么 或者是要把你的钱全部洗回来 这个是一个他们的策略 所以是说 这个东西就要特别去注意 未来他们到底会从各个国家的股市中 抽走多少钱 把其他国家百姓的钱 吸回来 然后去填补美国的亏空 这个状况就要特别去注意 各位你真的要自己知道一件事情 外资是两面刃 他进入到台湾的股市的时候 台湾股市会涨 但是他一抽离的时候 麦芽一出来的时候台湾股市就掉下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状况他是个两面刃 但美国需要的时候 他不管多少 就把你台湾人的钱挖回去 举例不是只有台湾 也不是台湾一定会崩 老师只是举例好吗 老师不是股市老师 对不对 我是算命的 但是不是算股市的 对不对 老师我再讲你我再听 不是 所以是说这个是有这个危险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泡沫化的事情 当然应该是不会像过去 比如说亚洲基隆风暴 比如说97年的基隆风暴 等等之类的 但是这个举动是为了要全世界去分担 美国他本身发钱的亏空 这是变成他必要的存在 美国的亏空 他一定会让世界各地帮他去分担 因为他是美元的霸权 所以说美国他能够说我尊重市场的机制 让中国起来一阵子当家老大吗 不行是不行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可以放过中国 他一放过中国美债就会 兵败如山倒 真的是树倒红孙善 这是完蛋 所以说美国绝对会搞事 这个是依据美国政府的利益的存在 我们不能说他不对 也不能说他对 这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跟他们自己的运作方法 这是一个现实 我们不要去评论对或不对 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是这是一个现实 我们知道有可能发生这个现实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这个才是老师讲的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会有个差异 差异是什么 过去的金融崩暴的存在的时候 是全世界美国独抢 他想打哪就打哪 但是现在不一样 中国的存在是令美国真的很不方便 为什么 因为人民币他是没有办法炒外汇 所以去让他狙击人民币 让他这个币子混乱的 这没有办法 因为共产党说什么 这个什么暴政集权无人权 对不对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在香港那一次 既然可以因为剃掉电线修饰一天 这个在世界各国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就说 我就怎么知道你想怎么样 我就这么样了 跟缅甸去政府一样 我就怎么样了 不然你想怎么样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人民币没法狙击 就没有办法那么快 让中国去负担他们的亏空 那么你要让中国混乱 一般的民主欢乐送又不容易送进去 少部分的这些所谓的公知派 他们还是觉得说美国是神 你知道吗 当然也可以这么认为 你有思想的自由 对不对 但是其他的已经在好好生活的 他当然不需要社会去乱 所以说民主欢乐送 在中国基本上是送不进去的 有困难的 有些人喜欢美式的民主 那么当然你可以去有这么想 你也希望中国有一天变成那样 但是相信老师大部分的中国人不会这么想 有快乐的日子不去过 你偏偏要保住什么街头抗争 你是有病吗 说到街头抗争 有人比文化大革命还要厉害吗 对不对 你斗得过共产党 我告诉你 这30年没人斗得过他了 30年后很难说 30年内没人斗得赢他了好吗 在中国炒股又容易被共产党玩死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炒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炒一炒去 搞不好共产党自己手上的企业 他想到谁赢就谁赢 他想到谁输就谁输 所以你也炒不过他 是不是 唯一能做的方法就是什么 挑动中国的红线 包括什么 美台关系 我们开始跟美国很好 很近开始什么样的 或是煽动台湾的一些 我们的伟大的政府 然后还记得我们要连锁抗中 对不对 我们要开始新南向、新北向、新什么都有向 然后就是不要靠中国大陆 是不是 这个状况就有可能会开始在日后去影响 或是让缅甸的问题去影响中国 缅甸军政府抗议一定跟你习近平有关系 老师看到这个最扯的消息是什么 中国的百度找不出翠这个字 翡翠的翠这个字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名嘴说 那个翠上面有两个习字 下面有一个卒 对不对 好像习近平死两次 这个话你也讲得出来 我真的觉得很多人信 你知道吗 最重要是很多人信 原来百度是这个样子 完全被限制住 他们不能够两个人聚在一起 不然会被警察抓走 哇哨 你不知道广场坊上面有几十个人吗 对不对 但是百姓相信 百姓是相信的 你知道吗 台湾百姓是相信的 所以老师刚开始觉得 怎么可能这件事情 我还真的去百度上面打一个翠这个字 结果也没事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说这种要去挑动这个中国红线让中国混乱的东西 美国尽量的去做 但是他也不会放弃赚中国的钱 这个就是老师在流年里面有讲过 流年总论里面有讲过 未来必然会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中国似乎也有防备到这一点 美国你看找什么小游戏的 所以说其实中国现在已经在收拾台湾了 包含什么 包含这两天我们所知道的 台湾的凤梨已经被禁止消亡了 中国为什么 他说有什么有从都不重要 我说真的那些都不重要 跟澳洲一样 老爷不买你的东西 我还需要跟你报告吗 不用跟你报告啊 对不对 就像你每一天去这家吃便当 有一天你改吃麦当劳了 老板可不可以问你为什么不来给我买便当吗 不行 因为我他妈就不买 你想怎么样 对不对 有钱是我的 我不跟你买 据说今天还有联务也被通知到说 你不能出货到中国去了 问题是有些特别的联务 又是必须是卖到中国去 不然台湾没有人吃 那么当然 过两天可能还有个消息就是 台湾人要开始尽量吃凤梨以外 我们还要搭配联务 对不对 你看下面那些民进党议员开始写说 我们台湾联务这么好 然后把他买爆 我就不相信他真的买爆 说坦白的 讲的容易做你是做不到 因为做要花钱 花钱的事情你怎么会去做 对不对 收钱都来不及 你怎么会去做 所以说中国现在在使用这个东西 是什么使用这个东西 他现在试水温 一样一样的把台湾的农产品的路断掉了 台湾民间反应会怎么样 有时候这个政治像是一盘棋 怎么下谁人下 弱国无外交强国我可以操纵他国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不是只有美国可以操纵其他人 中国甚至德国很多国家都可以操纵其他国家 只要比他弱小他就有办法操纵他 这个是一个现实 我们不用去讨论是跟非对或错 就像美国轰炸叙利亚它是一个需要 叙利亚民兵是不是生命 不重要 重要是轰炸叙利亚是一个美国的需要 上这17位上去见安拉 那是美国的慈悲 但是中国的新疆一定充满悲剧 这是为什么 这些事情不需要有现实 也不需要事实 它是一个需要 我们不用感到很奇怪 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就是现实社会好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像在清朝的姚启胜 跟李光帝 还有施朗他们三个联合起来做的一个方法 配合康熙做什么穷台之策 这个就是要他们来去测试的 之前是批兵 让你空军不断的升空 现在是要穷台 这两个不 这两个技法不断的轮流去使用 万二的共产党可能正在酝酿 有一天 我们真的是有可能会被他收走 而这个时候可能跟美国宣布 我的晶片已经可以自产的时候 那么这个日子离我们不会太远 因为现在把台湾收回去 你让美国很不开心 但是当台湾对美国可有可无的时候 他会声援台湾 但是美军不会过来 为什么 美国的军事还是比中国强大不止10倍 但是那是在美国本土 在亚洲地区 对不起 你来一个中国打一个 这也是一个现实状况 好吗 来 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